姚黃亭議員 策劃內閣 罷免滿足 策劃內閣 罷免滿足 不配18% 不排斥抗稅 不配18% 不排斥抗稅 公民辦報對抗中國 公民辦報對抗中國 我族民上南韓 folk市前財務的董事長 現在是現代基金會的董事長 還有就是北修社長 舊荷蘭 還有就是林世家林委員 我正平是水檔檔的理事長 還有就是這個客社的社長 這個大家會的秘書長 秘書長很無難 我想首先我做一個開示 我們是很高興民進黨 首先跳出來扮這個人民會大的活動 過去都是民間社團 先開始之後民進黨來複合 所以誰都不會死 不過我們是覺得說這邊這個很高興看到他們跳出來 很積極 但是我感覺說如果沒有一些壓力 我想馬英Q政府是不可能對 對於這邊的活動有任何的歡迎 所以我想我們找這個機會 做一個社團一定會來參與 也保育所有的台灣人民大家站出來 來參與這邊的活動 但是我感覺說如果沒有這個前提 我想這個政府 現在不敢的政府是不可能確保 所以我們第一個訴求 是要提款來做 這個我想一定要有一個時間表 五月二十二以前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 沒有時事沒有提款來計 我在想我們有需要 發動 百分 萬元求 甚至百分立法委員 那第二次是十八%的解決 如果沒有很快的這個時間 十四的時候 我看到我們台灣的人民 沒有排除 控制 我在想最近 環隆團 這個 環媒體外收的活動 不立即結 其實不管什麼人買 有中主在裡面 中國的影響就在了 所以 甚至台商 在中國如果有島主 在這種 極限的國家裡面 是沒有那個自由的 所以他如果來這裡頒佈 我相信絕對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 我們為了 我們為了 環隆團 但是 更積極的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人民 應當 要 思考 出來辦一個 熟地 台灣人民的補助 還不可以 不管是 補助不可以 還是說 電視不可以 我想 看我們台灣人民的力量 在哪裡 希望 這個未來 可以 能 繼續發動 變成一個社會運動 來處理 這個媒體的問題 我先 做一個 開始 這邊這個本土社團 提出 三個 訴求 三個要求 我想 是 緊對 馬英九政府 這幾年來 對台灣所造成的 災害 我們應該要 站出來 來表達 說 我們應該罷免這個 留意 到這個 馬英九 第二 第二 現在 媒體的問題 我們看 中國的 南方三州 處理方式 我們要了解 如果中國 台灣 這個名文 和香港 和中國 裡面 會變相同 所以 站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用公民 斑駁方式 來維持 台灣人民的 聲音 有可能 來堅持 台灣 租團 做一個 特地的國家 這種要求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走下去 可能租團 如果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那是台灣 可能相當的 危機 所以站在這裡 本土社團 站在這裡 來保留這三點 謝謝 這幾年 馬英九 政府在台灣 可以說 道行律師 很多很多問題 尤其是經濟問題 處理得到 一團糟 還有這個 油電雙漲一號 臺灣 這個 肥臟 民不聊生 尤其 這個 十八八的問題 老實說 做成台灣 貧富 非常嚴熟 就對了 不但是這樣 從台灣 所有的 勞費 未來的主戰 都把它 最好把它划掉 年齁 我們現在看 已經看出來了 這個 每一個台灣 未來的主題 大家都負責總共一百萬 一百萬 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今天補助 我看 看見 說 我們去年 行動率 不到一個% 差不多在這個 阿豬 西修隆 可以說 最美女 甚至比 其他國家 還要買就對了 關於這種事情 我們實際 大家非常非常 有心台灣未來的 剪刀在哪裡 我們的主題的剪刀在哪裡 所以無論如何 說 民政議 對台灣非常重要 我們互用 一些 不公布區的事情 一定要改關 同時 譬如說這個肥貼 以免會向中國 請教 這件事 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我們國家的主管 已經一直 在流失 在送信 我們的經濟主管 已經沒有去 所以 在這種情形 我們如果沒有站出來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黑大 黑大 我們不但 就要來對抗 這個 復活的政權 同時 對這個 我們的這個 馬英俊總統 提出精大控訴 同時不設定 這個理由 我們要來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 各位 大家以前 台灣九州學會 為了要 發言 我們一般的民眾 有一個 這個議員說 你 廢大 遊行之後 後續的 工作是要怎麼做 很 敬佩的 我們台灣社 五社長 可以交集我們 台派的社團 這就是我們 要 我們 我們 這次遊行之後 要做什麼 所以 我們很鼓勵 拿出這三項 訴求 這都 可以改變我們 台灣 未來 走上更好的 所以 台灣九州學會 也要拜託大家 這次 十三號一定要出來 十三號之後 也可以來支持我們 台灣社說 好好的 這三個訴求 讓我們可以有更好的 好的 好的 未來 很明顯 謝謝 台北 水噹噹 你們 我們這個成員 大部分都是媽媽 跟家庭主婦 這個油店 山長已經把我們這些媽媽 弄得每天分頭轉向 不知道如何處理 加上媒體壟斷 為了我們的子孫 我覺得 我們有必要 呼籲全國的婦女朋友們 大家勇敢的站出來 1月13號這天 勇敢的站出來 嗆馬英九 告訴他們 媽媽們 為了子女 每天所煩惱的 民生問題 還有 以後如何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存 因為雖然民進黨 要請他召開國事會議 可是馬英九根本不理不睬 所以在此特別呼籲 全國的婦女同胞們 一定要以1月13號勇敢的站出來 大聲的嗆馬英九 告訴他們 我們需要你 趕快 依照台灣社所設的這個三個目標 一一列出時間表 要不然的話 保護你們的憤怒 是 不是他所想像的 因為我們的選票有佔50% 請他 特別注意這點 謝謝大家 太高 台灣由 鳥不語花不香 到獨裁專制 到自由民主亞洲的典範 然後今天 年輕人22K 民不聊生 這個除了馬英九是Bumber以外 我們周遭那些 都是 一些 笨蛋 所以我們要求 能夠撤換 陳聰 因為他這個油電商長 這個證所稅 還有這些 讓我們人民火大 所以我們113 人民火大 站出來之後 我們要求 能夠撤換內閣 要不然我們辦滿久 那我們 人民辛苦交的稅 結果 拿去18% 13% 這是不公不義 所以 如果不改的話 我們一定要發起抗稅 然後 我們 我們的媒體 非常的 偏頗 他可以把 一個 非常認真努力的總統 渲染成貪污 今天把他幾乎活活成死 我們的司法 能夠 會變成 綠不半藍 這個都是 我們媒體 非常偏頗的地方 今天我們看到 中國的介入 旺中 然後郁川媒這些 要把我們媒體 我們 眼睛一張開 我們看到的就是 人民日報 所以我們要 反這個媒體 壟斷 我們要發起公民辦報 來救台灣 救我們台灣人民 謝謝 民進黨 政府 政府的反應 是說 違法 行政 我在想 今天台灣 民隊的問題 那麼多 所以我是 鼓勵 民進黨 運動 主動 交開 民間 國事會議 來處理這個 按地方 交給重用 匯集 我們所有台灣人民的地位 來處理 南未來的方向 所以我想 國事會議 我是覺得說 這個 這個 運動是民進黨 把它擋起來 目標 讓政府來排除 由民間來發動 來處理 這個民間的國事會議 謝謝大家 為民進黨 為民進黨 為民進黨